1920年大事件 1月10日,国际联盟成立 日本与德国正式构合 11日,台湾新明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废纸文言教科书 16日,协约国要求引渡德皇威廉二使 19日,日本就山东问题向中国发出通牒 20日,美国在赤色恐惧的搜捕中有3000人被捕 24日,周恩来等天津学生领袖被捕 26日,孙中山说 21条因作废,日本通牒可置之不理 北院,天津立生体育用品工厂开工 刘洪生在苏州创办了华洪生火柴无限公司 梅兰芳自导自演的戏曲影片 《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在京上演 2月7日,华裔电脑巨人王安诞辰 2月17日,协约国使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国际化 2月29日,总理静云鹏以并破财桌为由提出辞职 本月,韵戴英在武昌创办立群书社 女子第一次正式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3月13日,中东铁路工人权限大罢工 抗议霍尔瓦特拖欠工人工资 3月13日,柏林发生保皇党未遂政变 14日,北京政府解除霍尔瓦特一切权利和白俄军警武装 3月15日,美国参议院第二次拒绝批准凡尔赛合约 3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4月,八省同盟决议搞垮安抚信 24日,韩人奉叙事 本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司机来华 帮助李大钊进行建党准备工作 5月1日,上海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 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 4日,无视反对学生用罢课解决问题 本月,陈独秀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6月10日,在唐继尧的操纵下 川、颠、钱爆发战争 6月22日,吴佩福要求解散安抚信 28日,靳云鹏内阁解散 29日,中国参加国际联盟 该联盟以凡尔赛合约签字国为主体 本月,张作霖赴金做调解人 1920年7月14日,中国爆发纸婉战争 婉戏段祺瑞战败 直婉战争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婉系军阀 和以吴佩福 曹昆为首的直系军阀 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 当时曹昆为地方军区负责人 段祺瑞为民国政府边防督办 从法律上来说 直婉战争是一场地方军人抗拒中央政府的军事政变 战争结果 直系和奉系军阀合作击败婉系军阀 共同取得北京政权 段祺瑞下台 吴佩福奔情段祺瑞为 17日 天津被捕学生周恩来等无罪获释 浙江温岭等四县红朝泛滥 灾情为60年所未有 灾民总计达万余人 本月 晚戏段祺瑞战败 8月1日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开始不合作运动 8月14日 第七届奥运会在安特卫普举行 8月23日 托洛茨基的红军部队在华沙受阻 8月26日 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 本月 静云鹏在祖内阁 周佛海发起东京共产主义小组 9月13日 美国的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9月21日 中国革命以伦家诛之性遇难 本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爱沙尼亚训练 本月 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讲学 27日 苏俄第二次对抗训练 10月2日 日本出兵战领 吉利昆春 14日 唐山煤矿瓦斯大爆炸 数百人死于地下 17日 谢文达驾驶一架老实飞机 在台北上空飞过 成为第一位驾机上晴天的台湾人 29日 蒋介石得到孙中山其中 本月 李大钊 张申福 张伯涛三人 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销 11月11日 邓小平 周恩来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渗透影响开始扩大 28日 孙中山逼迫广州重组军政府 本月 西藏僧俗驱逐英国史华 16日 宁夏海源地区发生8.5级大地震 有四城市完全被捕 死亡23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